一塊錢一文可消千劫之罪 這樣跟各位共勉 那麼再來呢 再來這個公案裡面的故事裡面 就是脫棺材本 這挺有意思的 我們常常聽到說有人講說 王文基找警察破案 確實也是如此 這個案子就是活生生的見證 這案子發生在台灣嘉義 記者寫出來 台灣嘉義的這個劉阿婆 他先生死掉了 留給他三十萬塊的人民台幣 那麼他留三十萬塊以後被小偷偷走了 他非常的傷心 因為只剩下三十萬塊的棺材本 警察去處理找不到證據 嘉義市巴掌所的所長王所長去處理 在監視小隊去找不到證據 因為文章沒有被破壞 所以這個告訴你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鬼神知 結果呢 老阿婆很傷心 有一天呢 就烧香跟他的王虎講 他說老伴啦 你給我的三十萬塊被偷走了 你能不能幫我破案 結果當天烧香是四號 五號 他老伴耶 六號給他入夢 他說你到嘉義市的中有鐵馬道旁邊 就看到東西了 去找線索 他半信半疑 他都到嘉義市的中有鐵馬道旁邊 看到一個皮包 裡面有他的身份證 錢不見了 這個事情 一個嘉義市這麼大 嘉義的人幾十萬人 怎麼沒有人發現呢 難道就不知道了嗎 不是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鬼神知 結果他就把這個皮包呢 拿去給警察看 警察就掉那個皮包的地點的所有監視系統 一早找到一個貫切叫江忠義 就把江忠義找來問案 江忠義本來不承認 因為他認為他天意無縫 沒有任何蛛絲馬跡可循 警察跟他講 他說這個是老婆婆的王夫來託夢告訴說 你託他的棺材本 他說這個是不好的事情是遭受天譴的 結果那個江忠義嫌犯 他乖乖的承認說這個欺騙是他偷的 這個就是亡靈 託夢協助警方破案 挺有趣的 那這是告訴我們什麼呢 告訴我們暗示 虧心暗示 躲人財務 你好像暗地裡躲到別人的財務 坐臥為徽 難道沒有天理無報復 沒有天理報應嗎 天地自有公理 總有民報